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造物者和拯救者 他化身为神 为了告诉我们神真实的样子 他让我们与神和解 他向我们保证 会与我们同在 每一天 每一刻 他救了你 因为神如此地爱着世人 以至于他将他唯一的儿子 赐给了他们 以便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只要相信他 就不会灭亡 反得永生 尽管他本质上是神 但是却没贪恋神的地位 他放下了一切 甘愿做一个仆人 于是降生为人 然后以这样的形象 为世人所熟知 在他的里面是生命 这个生命是人类的光 尽管是他创造的这个世界 他来临时 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属于他的世界 但人类却不接纳他 但那些接纳他 信他的人 他就赐予他们 成为神的儿子的权利 因为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神 和一个建于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 那就是曾化身为人的 耶稣基督 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 是为了废除这律和先知的话 我来并不是为了将他们废除 凡是要兑现他们 并让他们彻底地生效 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光 凡跟着我的 就不会再陷入黑暗 而是会拥有生命之光 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让那些 不能看见的人看见 让那些自以为 看得见的人知道 自己其实瞎了眼 我就是那个赐予生命的粮食 原文做面包 凡到我这里来的 就永不会饿 凡信我的 永不会渴 我就是那个道 真理和生命 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凡信我的 就活着 即便他已经死了 看呐 我就站在门外了 敲门了 凡是听见我声音并开门的 我就会到他那里去 和他同在 要相信神 并相信我 一旦所有的都被齐了 我就会过来 将你们接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 你们也在哪 在哪里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